中国网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了今天刚刚发布的红米Note4的跟机 我们现在来一个尾开箱 为什么说是尾开箱呢 因为我们拿到这个产品的时候 它就已经是被开封关掉 首先这是一个包装盒 还是跟之前的几款产品在包装上没有什么区别 然后背面是红米Note4的这么一个产品的配置的标签 可以看到我们拿到的是全红通的红米Note4 然后它的内存的这个组合呢是3加64版本的 OK现在那我们就打开这个箱子来看看里面的红米Note4 首先看到的这是红米Note4的这个机器 本身我们拿的是这个香槟金的版本 红米Note4的一个说明数 包括卡针充电的线和它的充电头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充电头的输出是5V2A 那由于我们这个机器呢 刚才是已经进行过这个开机的设置了 所以在开机之后会直接进入到这个系统的主界面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红米Note4的外观呢 是跟前不久发布的这个红米Pro 我采用了一样的这个全金属的这么一个外壳 在这个上下两个部分有两条机身这个配色类似的信号点 也是后置指纹的这么一个设计 包括它的这个双色纹闪光中还有1300万的后置摄像头 在机身的右侧呢是音量和开机按键 那机身的左侧呢是这个SIM卡槽 底部是两个扬声孔位 然后还有两颗螺丝以及MacOS USB的这个数据接口 顶部呢是包括一个3.5毫米的耳机插口 和一个红外的遥控窗口 还有一个这个用来识音的这个降噪的Mac 第一次是需要密码的 对那现在就进入到我们这个 HomeNote4的这个系统主界面 那HomeNote4呢这回也是预装了这个最新的MIUI8的这个版本 然后正面的这个是5.5英寸的全高清的屏幕 那其实显示效果来说还是比较细腻的 用一看这个滑动的这个效果 也是比较顺滑 后台那现在我们看清一下后台的话 后台在这个全部清理的状态下 3GB的运存的话 是有1.6GB的可用运存 HomeNote4呢是搭载了一个1300万像素的这么一个主视像头 拍照我们再试一下 好那在拍照方面呢是支持这个最多20张的这么一个连拍的效果 随着小米Max一起发布的这个MIUI8呢 在这个功能性上也有很多不一样的特性 那包括之前我们很多人了解到的这个 像扫一扫的这个功能 它包括扫码 包括这个扫题 甚至包括这个拍照翻译这种功能都整合在这个扫一扫的这个界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详细的配置 型号是红米Note4 然后搭载的是最新的这个安卓6.0的这么一个版本 然后目前是开发版的MIUI8 然后处理器是这个G6X2010核的 然后3GB的运行内存和64GB的机身存储 那好这款红米Note4的开箱呢 我们到这里就告一段落 谢谢大家关注 在之后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带来这款手机的详细的评测 请大家持续关注